這次據說每週會更新一次的電話及Short合輯 在 Interstellar 星際效應裡面 主角一行人來到了詮釋水的星球搜尋儀式的資料 在搜尋的過程中他們發現有超級無敵大的巨浪正在抽象他們 巨浪打過 主角和女主角都成功的活了下來 但是其中一個隊友就在這過程中壯烈的犧牲了 你知道他有多偉大嗎 他在危機的時刻命令機器人前去營救腳被卡著的女主角 而在這期間正常人都會自私的先轉身回飛船 但是他沒有 他無私地站在原地冒著生命威脅 用眼神鼓勵機器人 為機器人加油打氣 加快機器人的營救速度 接著在所有人都上船之後 明明可以直接鋪進船裡面的他 選擇先停頓一下 再次用他的眼神 轉合大浪 讓大浪稍微的停頓一下 給主角有時間關上大門 最後犧牲自己 哇 實在是太偉大了呀 恐怖片等於說的是一個神父和修女 被拍去一個與世隔絕的修道院 盤插這修道院是否還純潔 還是這個修道院已經被惡魔給開爆了 結果拉到這裡的第一天晚上神父就被惡魔用黑魔法推入棺木 瞬間活埋 幸好修女即時找到了她 成功都把她挖了出來 隔天他們兩個分開行動 繼續深入修道院調查 先不說經歷了昨天的事情分開行動裡面有多存 更讓我受不了的點其實是兩人分開之前 牧師語重心長的跟修女說 請務必小心 你還告訴我怎樣小心 人家一瞬間把臉送到三米的地底 完全違反物理定律 這不叫鬧鬼 這叫超能力好嗎 這種把人突然間變到地底下的狗屁黑魔法 是小心能夠解決的嗎 小心有用的話這世界幹嘛要警察 幹嘛用你這種驅魔師 有人遇到問題用小心就解釋一切了 為什麼這個小女孩的頭可以轉180度 因為她不小心咯 為什麼她的網絡會自己飛起來 因為她不小心咯 為什麼有小女孩從她家的電視裡面跑出來 因為她不小心啊 恐怖片的難解尾高潮的人魔大戰 惡魔上了女主角修女的身 準備要利用這個身體做壞壞的事情 於是有超能力能夠摔死人 或者是把人塞入泥土裡面的魔鬼 決定拿起可以遠距離射擊的散彈牆 走到前來拯救修女的英雄面前 凌距離跟她說廢話 在這個說廢話的過程中 我們的英雄就有機會摸到 掛在修女景象上面 這個裝有耶穌血的神聖瓶子 所以我們的英雄就從這個瓶子裡面 拿出了耶穌的血 摸在修女臉上逼出她體內的惡魔 把惡魔談到修女的後方 接著我們聰明英雄的英雄 借此機會拉上海晶魂魏地的修女 直接套到前方惡魔的懷裡 這整段一系列的答辯情節 是比賽學的智商更低嗎 BOPP EXPROXIS叫停第一區模式的結尾 主角也被魔鬼成功地奪取了身體 他為了不讓魔鬼用他的身體做壞壞的事情 他趕緊拿繩子擂脖子跳樓 吊死自己這樣魔鬼就不能用他的身體做壞壞的事情 但是很不幸的在他窒息之前 魔鬼就用狗屎黑魔法把他甩到一旁的樓梯 避免他窒息 推翻了他犧牲自己拯救他人的計劃 多麼壯力的人魔交鋒啊 看到這裡我只想說 哇操你個驅魔蛇的脖子 他們是用太和金做的嘛 你讓我來跳這一樓的高度 我用腳落地我都可能摔到骨折 但你他媽的直接用脖子彈點卸力 還可以跟我來個Bounce 你脖子什麼狗兆啊 像他生的魔鬼同學這麼詭異的事情你沒意見嗎 你確定你上了這個身體是人類嗎 你要不要停下來檢查一下 你開的這個身體是什麼東西啊 Avatar 2 水智刀 故事裡面其中一段說的是 主角一家人為了要逃離人類的追殺 飛越整片海洋來到了水智部落生活 有一天主角的女兒意外被神速電到不省人事 主角趕緊求助她的老朋友讓他們飛越整片海洋來到水智部落幫忙治療 在治療的期間水智部落求長的老婆也過來幫忙了 剛到的她看到一群人在努力治療的場景 她說 I see that I am not needed here 你他媽好假的屁啊 人家朋友他媽飛越整片海洋來到這裡 搞了一輪之後你他媽住隔壁的鄰居 現在才來 然後你還傲家人家 啊這裡沒有我的事情啊 你們自己自己做自己也沒有理我 那他媽跟你鋪紅地毯啊 你住隔壁而已 你不會快一點來啊 你快點來你快點解決我就不需要叫人來啦 人家在48000里外飛越整片海洋的時間你在幹嘛 現在才來奧家人家不理你 BITCH 果然是伊娃這個垃圾神明的信徒啊 漫畫改正的殭屍只剩下我們一輩 其中一段是主角A型人和殭屍被困在超市 最後成功打開門逃了出來 雖然他們有時間關門 但是他們覺得這樣逃出來實在沒有挑戰性 所以他們選擇不關門 讓殭屍有機會追出來製造懸念 接著他們要趕在殭屍追出來之前 找到一個可以發動的車子 主角的市長這時候可能覺得還不夠危險 所以他猛力的不被打車子 發出巨大聲響吸引更多的喪屍過來 最後我們的主角頂著主角光環 終於找到了可以發動的車子 與此同時 喪屍們終於從超市裡面走出來的 最像主角一行人 這時候女主角可能覺得 所有人上車的時間太過充足 不夠刺激 所以他不馬上上車 而是花9秒的時間 猶豫要不要上車 這樣的做法讓我們追過來的殭屍非常困擾 因為剛剛主角從超市門口 跑到這輛車的距離大概也只有5秒而已 明明只有5秒的距離 我們的上司硬是跑了12秒 跑的過程還得用慢動作 才可以讓女主角猶豫的時間看起來很合理 最後創造出他們差一點追到主角一行人的錯覺 多敬業多貼心的一群殭屍啊 出獄的還不錯看的 Claw 故事是說 颱風席捲美國佛羅里達某個小鎮 颱風不只是帶來了暴雨和搶風 同時他還帶來了史上地表最強的神物 是的你沒聽說 在淹水之後滿是鱷魚的小鎮 所有被鱷魚襲擊的人類 最好的那一個少了一條手臂 剩下的全部都直接被秒殺 毫無反抗的餘地 而唯有我們女主角黑莉 三次單挑鱷魚 分別被咬了大腿手臂和肩膀 三次都成功 掙脫鱷魚上千公斤的咬合力 之後頂著山口依然是龍佛斧 上屋頂下水溝 游泳比鱷魚快 全程不顯疲費整個武力值 Over 9000的怪物啊 It's over 9000 Heart of Stone 攻心疊戰 女主角說 屬的間諜情報局 擁有超強的計算機 能夠控制世界上任何的電子儀器 但是很不幸的計算機 被仇視情報局的前特工搶走了 擁有了這超強的計算機 他就能夠報復他討厭的情報局 很清楚計算機威力的間諜情報局 趕緊全面轉移基地避難 他們用他們超高超的間諜頭腦 思考了一下之後 他們決定把基地轉移到 全是電子儀器的地下堡壘 於是荷蘭前特工如意氣的 利用超級計算機 控制了整個地下堡壘的電子儀器 把所有情報局的人反鎖在地下堡壘 讓他們驅然而死 我到底看了什麼東西 還他媽的高超的間諜頭腦 你們間諜的劍是那個劍嗎 啊是這個劍嗎 劍啊 劇情結尾女主角直接殺進黑幫的大本營 一槍幹爆了人家黑幫的老大 只見他手拿著槍 霸氣外露左樓右樓 嚇得所有的黑幫小弟只能夠站在原地剷賽 不敢有任何動作 於是他接下去開槍想要幹爆黑幫的老二 但是很不幸的槍這時候卡住了 所有的黑幫小弟見死 趕緊超傢伙想要趁女主角沒有槍的時候幹爆他 但是計劃趕不知道變化 因為女主角準備了第二把手槍 他迅速的拿出了第二把手槍 準備幹爆這些人 但是勇猛的小弟們不給第二把手槍一個屌 一群兄弟們說幹就幹 於是女主角用手槍把他們全都幹死了 所以說為什麼啊 人家女主角有一把槍所有人都挫賽 然後女主角又有了一把槍 所有人就不挫賽了 是什麼樣的邏輯啊 武器道具效果不一樣嗎 挫賽槍 特殊效果 當然手持這把槍翻越百里的敵人全部都會挫賽 不是挫賽槍 特殊效果 就槍 他就有正常的槍 據此殺2其中一個橋段 是烏金飾演的九名 拿出招名單想要犧牲自己引開據此殺 讓剩下的人借此機會逃跑 這時候主角趕緊追上他 搶走他的招名單 然後用槍把招名單射到旁邊去 這樣之後看起來還蠻聰明的 但其實主角你完全可以用說的來溝通你這個計劃好嗎 就是站在原地對九名喊 你一個白癡可以用槍把招名單射到旁邊去 引開鯊魚 不需要自己拿著跑一個白癡 幹嘛要從大人面前搶人家 招名單自己親手桌呢 而且還好九名同學沒有很堅定的 覺悟要做出犧牲啊 不然你可能會有一點難追上他 你走開 我已經選定要犧牲自己了 你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沒有回來 不是那個意思 我沒有跟你搶水先死 你跟我回來 你不要過來 讓我犧牲這裡 你快點爬 沒有回來 不是那個意思 你回來先 那你怎麼覺得我亂來 你讓我死吧 你不要過來啊 我做的是別人謝謝你回來啊 我做的是別人有έρ泛想 你沒有犧牲 你不會抱擔我 我趕快來 你不會再說別人 你不會再說別人 你不會再說別人